好,又來到我們的頭珠界面了,繼續和大家說回 2024年7月10日,星期三跑馬尼賽馬的賽事 這次我們這個系列叫做獨贏及位置過關,3傳7的 和大家買過關,買回3關了 至於我們買到的第一關,其實就是這場的第三場 這場第三場是我們的四班1650米草地,B蘭的賽事 這場馬都滿了馬匹,有12隻馬匹來跑 滿了馬,12隻馬匹 在這麽多馬的場合上,到底我們會買到哪一隻呢? 其實這場馬,有些馬最近的賽職都頗厲害 好像這些週的逐步贏這樣,最近能夠跑到第二了 他賽職不差,我相信,都在來的這一場 應該都幾多人會買到這些馬上 因為這隻馬都是五盤戰馬房的馬 但是這次我們會不會買這隻逐步贏呢? 原來就是沒有買到這隻逐步贏 因為這隻逐步贏呢? 我認為,由賀明年去到發揮賀明年來去騎的話 都不是真的那麼好 其實我覺得這隻馬上將要贏的話,應該是贏了 即是說他要贏的話,上將應該是贏了 今次再用賀明年來去騎,還要縮程 縮到他去1650米 反而我覺得還未是最適合的 又用到賀明年,所以我對他卻步的 說真的,這些馬上 另外,相信多人買的應該就是這些11號的勇進當 這匹馬我相信很多人會買的 因為這隻馬最近跑近的 這次一檔靚檔其實挺好處 我相信這些是熱門來的 因為這隻馬上將是2.1倍,5.6倍,4.6倍 連續好幾次都是熱的 所以這些馬呢 接下來田丹康再騎,肯定有什麼費 但我們會不會買它呢?我們又沒有買到 為什麼不買呢?因為這隻馬呢 其實他今季都跑了很多場 但一直都贏不到 所以我覺得這隻馬不是一隻容易贏的馬來的 難贏的馬來的 所以今場馬都沒有選到這些疑問 那反而選哪一隻呢? 那當然是購懶的 那購到的懶馬是哪一隻呢? 購回這隻 8號的超勁寶寶 今次我想選這些懶馬 為什麼會選這隻懶人呢? 為什麼會選這隻懶人呢? 為什麼會選廖康明呢? 我們先來看看這隻超勁寶寶的賽職 這隻超勁寶寶 最近的賽職看起來平平無期 對嗎? 最近他也有點廢 六月二十六號 跑過的局長 1650位四班 排著六檔最終跑過第九回來的 成績真是差劣 可以用差劣來形容 但是為什麼會選擇他呢? 我們先來看看這隻超勁寶寶 上將 升仔是怎樣騎他 上將他排六檔來跑的 這裡就是他 超勁寶寶 黃帽的紅色戰爪之旅 大家看看十九點跑路 這隻馬 上將呢 其實你已經看到了 頭戰時間 他都出入很快 給多兩步 其實都走到前 不過無奈地就是說 上將呢 多快馬走 你記得到 不止他一隻快馬要走 有1 2 3 4 5 6隻快馬要走 這麼多快馬走 這麼多快馬搶 那麼他這些擺前走的馬 當然是吃虧了 今場馬就是擺前走的馬 吃虧了 這麼多快馬走 整個馬打算搶 外面那隻馬都不停看 不停看 要進回去 是吧 最後還要超勁寶寶 所以其實 今場馬呢 是很多 擺前走的馬在這裡 搞搞震的 那麼多 擺前走的馬 來這裡搞搞震 所以 導致了其實 擺前走的馬 很不著數 是很不著數 即使馬群拉散了也好 其實就是說 非常之禁利 後上馬來追 你看看 去到轉了 進直路 整群後上馬 全部涌到上來 嘩 最大外碟這些 嘩 是吧 後面那些 所以這場馬 是很好衝的 很好衝 為什麼這隻超勁寶寶會輸 因為他擺前走 根本不理他跑 是利追的 這些場合 是吧 最大外碟那隻 肯定是贏的 所以 我覺得 超勁寶寶 上場這些 名次 這些 第九 其實不是這麼能夠 做得盡 真是利追 是吧 新年之星 哇 十一位 這樣衝上來 加諾菲 七八九位 艾德爾佳作都五六七 是吧 赤馬洪峰 八八九位 共創成果 十二位 還有 去到六支 到第九位 是吧 所以你記得到 喂 頭六名的馬 全部都一前 是吧 根本上是說 很利追 所以才導致了 這隻超勁寶寶 拍得差 所以這些賽章 我們說 抹了它 你再看上場那些 六月五號 又是抹了它 排十一檔輸 是吧 你抹完這兩場 看得到 有些東西看的了 這隻馬在五月十五號 跑谷草一六五零位四班 排五檔升 其實這隻馬 其實是不差的 說真的這隻馬 這隻馬 今季也算是有狀態 甚至是說 其實你看它之前 跑谷草一六五零米 四班 都是說 升仔贏它 是吧 升仔根本會贏這隻馬 贏馬的時候 說49分 現在48而已 大佬 減多了一分 來跑 跑回來 雙同路程班 和場地 贏馬的路程班 你說這些馬 有沒有機會 絕對有機會 是吧 評分都賺 還要跑 對的程 對的場地 他又不是未贏過的馬 不同 勇俊當裔 勇俊當裔 未贏過的 亦都不同 逐步贏 逐步贏 不是贏最佳路程 即是說 今場馬不是他贏的路程 是吧 但是這隻超景寶寶不同 他是 當時最佳路程是1650米 谷草四班 他這次就跑回那樣東西 是吧 所以就是正宗 這些馬 可以了 是吧 這次還要排著三檔 靚檔 根本上很好跑 這些擺前走的馬 很好發揮 我覺得這隻馬有機會在 擺前走 一放到底回來 真的不是開玩笑 這次他都操練做足的 你看這些馬 操足才作出來跑 除了重化粗 是吧 重化沙田這樣來對操 操足的 這些馬 桂米 嘩 減了這麼多分 一場都不出奇 尤其是 這個馬房搭著星仔 我跟你說 你以為廖康銘不會贏馬 你以為星仔不會贏馬 正正星仔 就經常幫這位聶馬斯贏 是吧 如果你有留意的話 其實對上一個賽米是7月6日 誰跟他贏 就是妙算高哥 幫妙算高哥 贏馬 就是星仔 是吧 其實這個聶馬斯跟星仔合作 是經常贏的 之前跑谷草也是怎樣的 之前廖康銘不是說 跑谷草兩邊 記得嗎 當時又是星仔跟他贏的 心想事成星仔贏的 試跑得星仔跟他贏的 連續幫廖康銘贏了兩隻馬 所以這隊騎連合作性是高的 亦都經常跑到近的 所以他們再次合作 不能夠忽視的 真是靚蕩打王牌 隨時保重 所以這場馬我們第一隻會選到馬匹 選回這些爆谷 超勁寶寶 駁爛 去試試看 好了 講完我們過關的打關之後 就來講一下我們的第二關 我們的第二關 就會買到這場的第六場 這場第六場 就是我們的二班 1650位組地 B難的賽事 那麼這場馬 不是12隻馬的場合 只有10隻 都比較少馬的 小馬場合 但是他實力馬很貴多隻 你看得到的 其實 很有心得 這些 最近跑第二 入到Q 阿基拉這些 贏了 未拍的票 也贏了 再數下去 黃腳立 兩個第二 一個第一 喂 成績 相當好的 是吧 這些又是 柏林探哥 又是贏了 都靈福勝這場馬 又是最近跑近 是吧 所以你這樣數一數 今場馬 六匹的了 六匹最近有成績的馬 會不會圍繞這些馬來買呢 原來這次就說 這些全部有近績的馬 我飛軌了 不買 買哪一隻啊 反而買了這隻 五號的超超比 這隻馬 最近跑過第五 輸了 我都選他 為什麼選他 我們看看這隻超超比 對上一場 我坐直 這隻馬 上將跑谷草1650位二班 用周俊諾跑第五回來的 輸了 輸得難看的 上將都是說 哇 輸成三個馬位 輸阿基拉王腳立 這些三個馬位 這隻馬來的都會再出 照計你都要 提告些什麼阿基拉王腳立 是不是 但是為什麼我仍然會選擇超超比呢 我們看回超超比 對上一場 為什麼會輸得這麼難看 那就輸三個馬位 先 超超比上將就是這隻 這隻 沒有的 紅色戰爪之餘了 大家看看十幾點跑 其實上將超超比 已經排著劣檔來跑 排十檔 所以你記得到 頭轉時間 他焗流的 留到最後的位置 還要被人頂 頂了出去 總之現在他賣不到攔柱 要慢慢才能賣得到 是吧 所以這隻馬呢 其實呢 上將都是要被動的跑法來跑 是吧 被動的跑法來跑 沿途一直都這樣走 一直留在後面 基本上都是這樣跑 去到轉彎入直路 你記得到 這隻馬呢 其實在彎位 已經被前領的馬 帶掉了差不多十個馬位 是吧 其實都差不多 八九十個馬位 總之被人帶掉了很多 是吧 他在很厚的位置 那麼厚 那麼被動 你覺得是否有利 肯定是吃底 你看看今場馬的步速 哇 大佬 這是什麼步速來的 大佬 什麼步速來的 慢步速 慢步速 上將輸得很不值 避到位置 是吧 排列檔 這樣輸 但是接下來這一場 不跟廣法 我告訴你 接下來這一場 只要步速安分他跑 他還要排著個三檔 靚檔 基本上是很好發揮的 不像上將一樣 喂 一定是局流 留到最後最後的位置 是吧 這次其實不用了 他跟前一點 喂 六、七位跑 隨時贏馬 他 因為這隻馬不弱 我告訴你 他跑谷草 1650米 你看看 之前 今季季初 他是三檔 三檔 兩場是跑谷草 1650米 贏的 其中一場是跑谷草 1800 三檔 接下來一場跑谷草 1650米 最正宗的路程 怎麼會不行 雖然就是跑二檔 但是我覺得 這隻馬是有這個級數的 應該能夠應付到的 再次用回 最熟他的騎司 周遜樂 所以我覺得 是挺放心 來購買的 所以這場馬我們會選 五號的超超比 這些超超比 操練做足 我覺得他隨時保重 來這一場 好了 講完我們過關的頭兩關之後 就來講我們的第三關 我們第三關 今次會買到這場的第九場 這場第九場 是我們的三檔 千百米草地 必難的賽事 這場馬 十二隻馬 這場馬 十二隻馬 滿了馬 到底會選到哪一隻呢 會不會是選擇這些 最近成績好多偶的 非為僥倖 這隻馬最近兩輪 其實初積是 好都不得了 會不會選擇他呢 其實今場馬 這些非為僥倖 我都沒有選擇 那 為什麼不選擇他呢 因為我都嫌他加分的幅度 都太快了 真的卡得太誇張了 最近那兩場 即是剛剛好贏馬 那場 講68分 68分 接下來這一場都 嘩80分 被人加了12分 贏了兩邊之後 被人加了12分 好多 接下來 他是說要背著頂綁跑 135 135和你 之前做的120差多遠 大哥 差15磅 差15磅 到底這隻馬 可以不可以 再次 來到季尾了 其實體力消耗都很大 對上一場6月23號跑 接下來是7月10 我覺得他體力也未必可以 所以今場馬 都沒有選擇這些 那下季可能再去看 但是今季呢 季尾 我覺得 要有一人先 另外這些博望波買買 博望波這匹馬 其實最近跑過第三 都叫做有機會的 都叫做有機會的 但是 你能看到 其實 他最近那三場 用報紋都贏不了 是吧 報紋都贏不了 雖然今次 真的放分 贏馬八蛋升仔上去 但是 是不是真的要升仔 才贏得到呢 還是這隻馬 是加分 加到 就是 一定的水平 去到現在78 贏回來呢 會不會是這樣呢 其實我也有機會 因為畢竟你看 其實 昇仔季初的時候 76分贏完 去到83分沒有表現 82分又沒有表現 去到78分才跑到第三 對吧 這場78分才跑到第三 所以他就說這隻馬 會不會是說 實力就是去了 第三的名次呢 即是第三 已經是他的上限 會不會呢 其實有這樣的機會 對吧 18分是被人加了分 就加了分 不夠做就不夠做 放到報紋 所以都不行 所以我覺得這些馬 都要再看一看 除非他臨場很好狀態 否則的話 今場馬 我都未必會搏到 他這隻馬 雖然就是說 呂健威 呂健威網絡都OK 對吧 但其實今場馬 都沒有選到他 那 另外 這些 精彩動力 羅文奧窩 這些馬最近跑到兩個第二 即是說 兩隻馬都入到Q了 買買呢 精彩動力這匹馬 其實我覺得 表現都OK的 因為他 你會見到 最近是不斷跑很近 他表現是OK的 但是 你要留意一下 他跑到泥地得 泥地得 接下來這場跑到泥地 跑到草地 對吧 所以就說 排早一檔很好跑 但始終我覺得 轉了場地 都有一些未知之屬 所以都沒有選到 另外這隻7號的 羅曼老窩 又買不買呢 羅曼老窩這隻馬 不同了 他最近 好的 贏的 都是谷草1650米3班 接下來 跑到谷草賽事 至少場地沒有轉 純粹只說 真情真到千八隻 所以我覺得 場地都適合他 對吧 都適合這隻馬 但是 始終這隻馬 今次 無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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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故 潘粹選了另外一隻 所以這次不是我們 是選擇 潘頓選擇的馬 選擇了這隻 三號的 奮鬥心 來買 我覺得這隻奮鬥心 其實是頗有潛力的馬 來的 你看看 他今季的成績 其實是 慢慢進步 初出的時候 跑到第七 之後 第六、第四 慢慢進步 他開始 越來越近了 我覺得 今次放到潘頓上 他直接有機會贏馬 因為你看看 他上將何摘耀 發揮的時候 是怎樣跑 上將這隻馬 都叫蝕底 是七檔的 粉斗心 這隻 黃衣 白帽 紅色戰爭之左 大家看分十秒 這隻粉斗心 上將 頭轉時間 留了後 留在很後 很被動的位置 都留到尾尾 留在尾尾做什麼 嘍 金香馬 看得不相應 今场马是一些比较 很慢步速的赛事 慢步速其实完全不来追 但是这只马 这只奋斗心 真的很有奋斗心 最后 在弯位 转出去 三叠来对他走 走着三四叠 这样来对他望空再冲 他也冲得好 途中其实他有点 不能够 就即时是直接冲的 他要先移分一点出去 因为前面也有有马党 移分一点出去再冲 一冲去 一摆战堂一冲 他就冲得很好 这个马是很厉害的 所以我觉得这只奋斗心 上转蝕着要步速来跑 都跑得这么好的话 来这场放潘顿 有机会整件事是不同了 真的呀 潘顿跑这些马 我觉得是高一点点 再加上是五盘志的马 这只马是五盘志的 他看见他有状态 最近有状态 还不操约到他最健康 你对他赢得多赢了吗 没理由不承计的 你这些 你这些 你这些操约做足了 放潘顿 随时保重了 是吧 真的不出奇 大哥 保重是怎么出奇的 潘顿有马 有这些罗马 有过赢过的 他又不赢了 是吧 反而选择你这只奋斗心 所以我觉得潘顿有机会是拍着五盘志 再来对他赢这一只 所以这次我们会选择 选择潘顿 选择他这只奋斗心 这次是五盘志的 挺好跑的 挺好发挥的 看他就赢马了 好了 讲完我们的过关 买到哪三关之后 就来说我们的投注策略了 这次我们会买的彩池 就是独赢及位置 过关三川七的彩池 用这个彩池去买我们的过关就可以了 这次就这样买 如果大家同路的话 不妨试试 在未来的这个赛买 我希望大家一起赢钱 祝大家赢多一点 这条片就到这里 大家记得订阅 按钟仔 还有like comment 和share我们的video 我们下条片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